眼前这个小日本脱去了上衣 露出了上半身 打亮着眼前的桃树庄子 就见他闻了闻桃树庄子 德福就指挥了起来 别闻了 碰 就见小日本子背靠着桃树庄子 整个人开始了上下起伏的规则运动 甚至还带着一脸的享受 围观的老百姓都笑出了声的 这一切的开始啊 还得从德福说起 就见德福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经当之事 跑过来告诉师父 外面来了个日本人 我不伺候 叫他滚蛋 这一来一回 就让德福不理解 师父 李鸿章的病您都不看 这怎么还给日本人调上病呢 咱是坐廊中的 悬乎济世 甭管他是哪国人 他都是病人 不是吗 众所周知 戴清国老百姓最朴素的爱好 那还就是一个凑热闹 一笑堂收了个小日本的消息 不进而走 那直接就成了 对面石为天的头号谈资 谁要是跟他来往 谁就是汉奸 你说这神医 谁的钱不能赚 就缺日本人那点银子 呸 丢中国人的脸 哎 起来烂这小子 这那么就唱出人的脸 不得不说 赛掌柜还是向着起来烂的 那此刻的喜师父 坐在大堂 正在听翻译来承受病情 原来这日本公使 得了牛皮血 是怎么治都治不好 听说您是神医 这才来找您看病 喜师父这么一看 心里就有数了 接着表示 俗话说 内部治喘 外部治选 都是完整 既然找上门来了 那我就违背诅咒的决定 但是你想要治病 就得按照哥的方法来 那日本公使二话不说 立马就同意了 于是喜师父让得福 准备一根桃树根 等到第二天 就进一笑堂门前 立好了一根桃木桩子 这就是我专制牛皮血的神木 带着小猫的翻译 一整个就是不理解 这一根破木头还能治牛皮血 喜师父阵阵有词 对的对的对的 这木头首先就是治痒 其次就是治病 甚至还可以除根 顺便喜师父也告诉了翻译 使用这个方法就是退去上衣 在木头上开始蹭 公使和翻译两个人一顿鸡鸡咕咕 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你们莫不是要消遣撒家 这可是我师父专制牛皮血的绝招 错过了这个机会 您哪一辈子就带着那牛皮血 姐妹不 你得不得不 这翻译一说完 小鬼子公使能怎么办 只能脱了衣裳 准备开始自己的表演 就见他围着桃木桩子 转了两圈 最后开始了一上一下的狠狠的层 这让围观的老百姓 露出了愉悦的笑声 一边摩擦还发出了一阵 日本公使还搁这妖戏呢 翻译直接就给人披上了衣服了 你要这么说话 得福就要问问喜师父 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喜师父立马告诉翻译 这神木能治病 跟地气有关系 总而言之就是 不能搬走 听闻此言 小日本子那是妖戏了一声 继续开始蹭墓 这个时候隔壁石为天 也送上了一盘狼心狗肺 甚至赛西师还给喜师父 泼了一盆冷水 你这进京城才几天呢 大门朝哪边开 你都不记着了吧 知道个什么呀你 哼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咱中国人 有中国人的志气 我知道中国人跟日本人 有深仇大恨 你知道什么呀 你就知道吃洋饭赚洋钱 我看你跟汉奸 也没什么两样 喜师父居然被赛掌柜说是汉奸 听到被心上人如此侮辱 喜师父立马招呼赛掌柜 下来看一出好戏 我拎你看看 我怎么是汉奸的 下来 赛掌柜穿过人群 看着日本公使 蹭树的表演 那心情是突出一个美丽 喜师父这个时候 也有话说了 你瞧我还想汉奸吗 那赛掌柜 还是关心喜师父的 你这么做 不怕小鬼子 日后报复你呀 要不说喜师父 这个人机智呢 要是对的 方法 就是为了替老百姓出口恶气 病是能治好的 指定是挑不出毛病 赛掌柜这个人 突出一个好气肝云 虽然喜师父这个人 遇到感情问题 那就是一个缩头 可爱不出赛掌柜 打心眼里喜欢呢 趁着机会 就请了喜师父 来吃铁狮子头 那喜上 还请了瑞欣和德福 作为格格的贴身小宫女 瑞欣属于是 就喜欢听德福吹牛了 那德福 是在席上 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 张嘴就是 我师父怎么教育李红章 我师父怎么治小鬼子 给瑞欣小眼神 说的全都是崇拜 有了这一茬 赛掌柜也不生气了 还给喜师父找了个台阶 我想去烧个香许个月 你陪我走走 我又没有要你一直修书 就让你陪我走一趟而已 咱们喜师父这次 也硬气了 从张我都不怕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胡大姐吗 他敢不同意 可喜师父是万万没想到 赛掌柜要去白云关上香 胡大姐也想去白云关求子 两个人撞一起了 胡大姐说啥都不愿意赶日子 那喜师父就只能找德福 让他帮忙打掩护 自己要开始双限微操了 白云关内 喜师父一去忘记买香火 就跑去找赛掌柜了 遇见赛掌柜就是一句 我刚到 然后趁着赛掌柜去烧香 又急急忙忙的 跑去找胡大姐 这一来一去的 属实是燃烧喜师父的卡路里了 这次德福 属于是禁地了 看着师父搁这儿 跟赛掌柜 又是有缘千里一线千 又是吧台大校的 他开始疯狂操作师娘 师娘 看飞机 师娘 你看那里有一只会翻跟头的猫 德福 你有毛病吧你 眼看师娘是挡不住了 德福当其大喊 师父 师父 这下师父没找着 两个女人到底是撞在一起了 胡大姐一看 哟 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 你跟田葵田大人一起来的吗 你们家喜郎中呢 这个冤家呀 陪我一块来的 先是死活不来 这应该让我拽来了吧 这一不留神就不见人影了 赛掌柜那颗心呢 万两万两的 喜师父这个缩头乌龟 又开始怂了起来 哎呦真巧 你也来了 是啊 真巧啊 你看 早知道我们就一块来了 此情此情 一首歌送给赛掌柜 只是女人 容易遗忘情深 总是为情所困 为了挽回赛掌柜的情绪 喜师父又开始整活了 他要盲趁春风放纸渊 北城黑锅底 南城大沙印 往上装起来 喜师父仰头大笑出门去 一头钻进了石为天 他要找赛掌柜 去浪漫的放风筝 可他是 万万没想到我 今天赛掌柜是家人有约 挺贵挺大人啊 喜师父拿着花蝴蝶 是一路追寻 看着赛掌柜和田葵 坐在一起拨弄着风筝 他就觉得 手上那个花蝴蝶 咋就这么不香了呢 等回去之后 喜师父 查不思犯不想 整个人进入了阴谋状态 胡大姐虽然心里很爽 也得让咱们喜师父 好好调整 准备归家 他是告诉喜师父 喜师父能说什么 总不能辜负了恩师的一番恩情吧 只是转过身 把满脸愁肠咽下 藏在心底 藏在漫漫长河 等待时间将他遗忘 还没等喜师父调整好了 就有一对妇人来瞧病 胡大姐本想推了 挨不住嬷嬷说 家里小姐得了急症 必须给瞧瞧 喜师父应承了下来 好吧 胡大姐 醋谈子又翻了 毕竟走了一个赛西师 再来个赛貂蝶 小于还啥的 自己受不了 忙让德福去瞧病 可人家就是冲着 喜师父神医的名来的 嬷嬷当即落下一定银子 胡大姐也解释了起来 喜师父今天身体不适 让徒弟瞧病也是一样 你还别说 德福上手这么一摸 就一拱手 恭喜恭喜 恭喜什么 任神之喜啊 你好大的高胆啊 你胡说八道你 你打我干什么呀 谁胡说八道了 我们小姐是魏初阁的姑娘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喜郎中 这就是您教出来的 所谓魏初阁的姑娘 自然就是这位小姐 还没嫁人呢 这眼看这姑娘身上背着人命 喜师父起身 就要送客 嬷嬷还要胡搅蛮缠 说徒弟随便一说 就误了人家清白 师父怎么也不瞧一瞧 喜师父看得明白 这病啊 不是不想治 是治不了 嬷嬷到底是泼辣的 往一些格格的病都能看了 我们家小姐的病 就看不了 这小姐的话 却很微妙 她表示 知道喜师父是人医 不用耗脉就知道什么病 那你看 我是什么病啊 你是真有了 喜师父没理会这个差 这小姐的眼泪 刷就掉下来了 这小姐话里 无外乎 就是想让喜师父捞她一把 毕竟 一个世家大小姐 还没结婚 就身负原因机缘 如此事情传出去 定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那喜师父 要如何处理这一场人命官司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传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